今天要谈论的是关于2025年的预测 这个视频特别是为了收集大家的问题 因为你们总是在给我带来各种灵感 这会触发我和集体无意识的连接 激发我自己的想法 通常我会在10月份制作预测视频 力争在10月发布 这样可以提前几个月 让我在没有受新闻影响的情况下 专注于2025年的预测 因为这些灵感需要自发涌现 今年我会等到美国大选之后 因为那时我们就会知道 谁将成为自由世界的新领导人 至于我的看法 我一直觉得特朗普会胜出 我知道有些观众留言说 其他通灵者都认为是卡玛拉、哈里斯 但我必须坚持我的感觉 而不是隋大流 我感觉大选结果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最近的事情 我观看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 有人称之为纳粹集会 但我完全不这么看 我觉得更像是一场节日庆典 不过美国政治正在经历很多事情 这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因此欢迎大家提出关于美国政治的评论 看看你们希望我关注哪些方面 我是英国人 对美国政治了解不多 有时这反而能帮助我 因为当对某些事情不熟悉时 反而会有更清晰的视角 我确实觉得特朗普会赢 但民主党以及传统媒体可能不会对此感到满意 事实上 我感觉在选举后会发生很多黑幕操作 我认为选举不会被推翻 但目前已经有人在调出小细节 试图将这些集会描述成极右的活动 甚至用纳粹来形容 我觉得这是重不负责任的言论 集会上许多发言者都很有感染力 比如乔治 桑托斯和菲尔博士 他们的发言颇有启发 特别是菲尔博士提到名人对政治一无所知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我们现在的社会 尤其是在英国 人们感到被一种极端的社会主义议程所压迫 这套议程通过各种规则和条例限制我们 我觉得2025年的一个主题可能会是反抗取消政治 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取消政治和取消文化 或许人们会在2025年对其展开抵制 这是关于取消政治的问题 我认为审查制度 法律滥用 以及试图控制社交媒体的思想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将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人们正在努力试图让所有人保持沉默 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言论自由 不允许进行辩论 因为任何辩论都是偏见的 这些都是我认为 在未来一年会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些内容 此外 我对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些冷酷的幽默 感到不喜欢 我认为这些笑话很不妥 不过 毫无疑问 这将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么 你们怎么看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这次不是进行直播 而是提前录制的 但我希望大家在评论中写下你们对美国政治的看法 或者你们想问我的问题 例如 美国的政治局势将如何发展 美国的经济如何 如果你有任何具体问题 我会尽量回答 另外 你们想知道哪些趋势 经济衰退 或者其他行业的情况 任何超出常规的问题都很有帮助 所以 我会把这些问题整理出来 放在我身边 然后 我会看看哪些问题吸引我 所以你们的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 你们的问题在视频中出现 我这里有一张纸 正如Chamberlain 所说的那样 我会以此为基础工作 因此 任何这些问题都会对我非常有帮助 此外 我还会谈论社会气候 美国的现状等内容 在此之前 我可能会讨论一些全球主题和周期 以及世界的动向 我称之为时代精神 我也会包括这些内容 我面临很多工作 大家也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 你们对当前美国政治的看法如何 例如 基尔 斯塔默 是否符合你们的预期 改革等议题 会有所进展吗 这些都是我想问的问题 谁会成为下一个保守党领袖 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无聊 但请继续提出想法和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就像催化剂一样 我们可以逻辑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但我需要进入冥想状态 当我看到问题时 我会开始处理他们 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喜欢问我的潜意识问题 他会给我答案 这也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 特别是当你们思考某个问题时 潜意识会给你答案 关于经济 政治 社会问题 移民问题等 任何你能想到的问题 都可以简明恶要的提问 常问题会让人迷失 而简短 清晰 合理的问题会帮助我触发更多灵感 我们还会讨论中东问题 所以你们对中东有什么想说的 你们希望我问什么 显然会有一些明显的问题 也可能会有我未曾想到的内容 从我的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你们会注意到 我去年的预测中 有很多在今年得到了验证 如果你们查看去年的视频 你们会发现我准确地预言了很多事情 虽然不是全部 但我说的许多内容都实现了 不过 我在台湾的问题上可能有些错误 但也许还不算太晚 毕竟还有一段时间剩下 这就引出了亚洲的话题 因为我显然需要关注中国 印度和远东地区 那么你们希望我问我潜意识的问题 或者问我的灵性引导者 因为他们显然也在通过这个过程工作 我们希望问什么问题呢 显然会有很多关于朝鲜 日本 中国 印度 和远东的一般性问题 我想你们可以想象 我在这里需要覆盖的任务量 不过 单单说告诉我一些 关于我国家的事情 或告诉我一些关于乌拉圭 或巴拿马的事情是不够的 因为我无法涵盖所有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更开放 一 单性的问题 你们可能对这些话题 有任何想法或感受 也可能有我在视频中多次提到 但忽略的内容 这些都欢迎提出 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作为英国人 我对你们的政治不太了解 但我会看看我能感受到什么 对于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会尽量单独做 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视频 对新西兰的朋友们再次抱歉 我把你们放在一起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尽量分开制作 但你们可以想象 这些视频的策划需要很多工作 我对加拿大的情况也会这样做 加拿大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提出问题 我知道你们担心特鲁多的问题 那么 请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这样有助于我更好的了解 你们想要问的内容 以及关于人和地方的事情 接下来 我还将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事件 包括环境问题 潜在的灾难和问题 我在预测地震等方面 往往能较为准确 这些事情通常会在我指定的时间发生 我会尽量尽量接近准确的时间 但我也想了解未来世界的一般主题 以及全球的财政状况 比如网络货币 股票和其他相关内容 当然 还有一些比较乏味的话题 比如名人和流行文化 这也是我想关注的另一个主题 这可能会非常庞大 想想哈里和梅根 以及王室本身 这在澳大利亚等地的流行文化中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所以 关于流行文化的任何事情 如果你们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显然 要完成所有这些内容需要很长时间 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做一个主要的视频 给你们展示所有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 甚至进行一些直播 所以 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确保你们能收到每日通知 如果你们对此很感兴趣的话 因为 我会尽量在能直播的时候 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虽然你们可以观看录播 但如果能参与直播会更有趣 因为你们可以问我问题 这样也能增强这些话题的能量 此外 我还会关注社会和技术进步等内容 我会尽量涵盖所有相关的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 太空探索 医疗保健等 如果你们有特定的问题 想让我关注 当然我不能回答所有问题 但我会尽力而为 我想看看这些方面的内容 最后 我还会谈谈我的精神观点 以及意识的转变 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终 我们作为人类 正在经历什么 尤其是作为精神追求者 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时 我会问自己 政治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宗教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尽管有一些很棒的人物 曾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佛陀 基督和克里希纳 但即便是宗教运动 也未能解决问题 最终 能够解决世界问题的 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体 对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与世界的互动 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这个世界 是你认为的那样真实 还是它是别的什么 它是像黑客帝国那样的 那样的东西 还是我们能从中退出来 或者我们应该退出来 我也想讨论这些观点 关于我们意识的角色 以及人类意识的未来 是否会与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不同 什么是意识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视频 显然 某些精神层面的内容 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预测未来 而是关于看到未来的路径 学习如何找到出路 如何保持快乐 如何保持对精神的倾向 以及如何不被一切的无知所吸引 总之 这就是我的想法 感谢你们参与 感谢你们发表评论 总结 2025预测视频计划 帕克将在10月制作一段 约两小时的视频 概述2025年的预测 他会进一步制作 具体主题的小视频 并根据观众的提问 来触发灵感 预测方法与观众参与 他通过冥想和灵感 接受未来的预测 鼓励观众在评论区 提出具体的问题 以便帮助其深入预测 这些问题 帮助他开启直觉 绕过逻辑思维 美国政治观点 帕克认为 特朗普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 预测这会引发 民主党和媒体的争议 他还谈到了 2025年可能围绕 取消文化和言论自由的争议 全球主题与地区关注 他将涵盖全球议题 包括经济 社会问题 移民 环境 灾难等 还会详细探讨美 英 欧洲 亚洲 和其他地区的动态 包括一些热门政治和经济问题 精神性和未来意识 帕克认为 未来的意识转变 对于解决世界问题至关重要 预测不仅是预见未来 更是指引人们找到精神平衡 不被负面事物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數量 Bhuvud 试字